邱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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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的是 我们减重啊 减到了理想的体重 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呢 就是怎么样来巩固住 你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 不要让它富胖 不要让它反弹 对不对 恢复原状那就前功尽弃嘛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维持 好不容易得来的战果 好 那么我们要先知道 什么叫做成功的减重 不反弹或不富胖呢 一般我们的说法是 如果你减到这个 百分之十的体重 对不对 减下超过百分之十的体重 然后呢 维持一年以上 还能够维持住 那这样我们就叫做 不富胖不反弹 那你要想想看哦 减百分之十的体重 这个时间可长可短 有的人可能一两个月 就达成目标 有的人可能半年以上 达成目标 但是达成目标以后 要维持住一年 不要让它再弹回来 哇 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真的能够一年不反弹 代表说你的整个生活形态 你的作息 你的饮食 你的活动量都已经 整个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你才会维持一年都不反弹 那是非常的成功 就是要在这边先恭喜你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说 哪些人容易反弹 为什么他会反弹 通常是因为 当你一定 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代谢变差了 你的内分泌已经改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啊 这个内分泌不一样了 代谢变差了 所以呢 你好像多一点热量 你就容易反弹 或者是 你这个时候已经 动机减弱 心理厌烦 花钱太多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也不太愿意 再继续这样子 做这个减肥的动作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反弹 那所以呢 邱医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医学研究呢 哪些人啊 比较不会反弹 哪些人会反弹 那我们再来去观察 不反弹的这一群人 到底有什么特质 啊 结果就发现说 会啊 维持住啊 瘦下来的体重不反弹 多半呢 他们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这些人呢 会很关注自己的体重 几乎是每天啊 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量量看自己的体重 有没有啊 增加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当你会注意他 你就会怎么样 避免这个不小心发胖的这种现象 如果你完全放松不在意 可能一两个礼拜才量一次体重 当你一发现已经 富胖很多公斤的时候 哇糟糕了 已经措手不及 来不回来不及挽救 又很辛苦 才能有办法再说下来 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放弃 所以一定要实时关注自己的体重 一旦有增加一点点 你就要提醒自己 噢不对的 表示你昨天前天这样吃 是引起这个发胖的一个原因 你就要赶快改变你的作体形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二点呢 就是什么 三餐时间要规律 不要说以前都是很注意饮食 现在变成一个就吃 一想到看到好吃的你就吃 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所以要规律吃三餐 再来呢 就是要增加一点运动量 不管是多站一站 不管是快走个十几分钟 都是一种让身体维持住 这种新陈代谢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总结一下 哪些人能够瘦下来体重不反弹呢 就是要每天量体重 第二要规律吃三餐 第三要增加一点运动量 如果你做得到这三点 你就不用担心瘦下来体重 还会反弹复放了 加油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